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一期视频您看了吗?您别误会,咱们不是改风格了 咱们无非是换一种形式讲故事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什么是真正好的故事啊? 我觉得这画面和故事能达到最佳的结合才是好故事 才是一个好的合格的视频故事 其实啊,自打咱们讲长故事那天呢,就有朋友劝我 说你干嘛不像别人一样在那个电影电视剧里找点镜头 然后呢,更能丰富你的故事 你非要放一些古迹,跟你这故事也不招边啊 可是我觉得呢,这知识产权是很重要的 那个电影电视剧里的镜头啊,那知识产权的不在我 我的本事呢,就两个,一是拍出清晰的镜头 二呢,就是坐在家呀,能给您讲完整的故事 所以说我只能把这两点结合 您就说这段时间嘛,咱们一直讲藏传佛教故事 无奈学徒我,他没去过雪域高原 所以说呢,我也没有这个雪域高原的镜头 涉及到这个寺院呢,以及高僧啊 我拽点这个没有版权的照片能给您贴贴 这高僧呢,一般都是采用唐卡 如果没有唐卡以及素项的高僧 我就干脆不贴照片 这样就省得给自己引来很多的麻烦 不过后来想想,既然拍的是古迹 我跟您说,没做古迹都有它的背景故事 所以说呀,我就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 可是围绕古迹讲故事呢,很多故事就不是很丰满啊 还好,咱们的画面和故事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呢,犹豫了很久啊,咱们就开了一个新的小板块 就是昨天那故事的形式 那得嘞,我也托付到了 好语不好的,我老听户们都能担待 好语不好的,评论区您告诉我 我好多多的改进 那就这样,咱们开新游记啊 咱们不耽误讲长书,今儿咱们继续聊这个藏传佛教的故事 按理说呀,咱们该聊这个六世达赖喇嘛了 其实啊,很多人不知道达赖喇嘛这个世系 也知道有个藏族诗人叫做苍阳家措 虽然是一个和尚那诗写的是 那什么,有的情诗甚至是很露骨的 那这写情诗也就算了 这苍阳家措也就是六世达赖喇嘛呀 是真的有情人,有妻子,有孩子的 并且呀,还有很多的恶号 酗酒嫖娼,这人都干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故事里呀,我自然会给您介绍到 前文书结束的时候啊 咱们留了个扣子 什么扣子呢 就是说呀,在一个时代出现了三位六世达赖喇嘛 那么说着,另外两位呢 都会出现在咱们的故事里 只因为之后的故事会很复杂 所以说在这儿我得给您砸词是咯 您得记准了啊 后来经过这个西藏教廷 一直到这个康熙的大清朝廷 一致决定着六世达赖喇嘛 就是苍阳家措 其他两位六世达赖喇嘛呀 虽然会出现在咱们的故事里 但是现在不提了,以后谁再说六世达赖喇嘛是谁呀 你就告诉他是秦僧桑阳家措 那是没错的 那么在讲这位会写诗的活佛之前呢 咱们就得先解开一个扣子 什么扣子呢 西藏的第八 也就是西藏政权的地方领导人呢 叫做桑杰家措 这个桑杰家措呀 是嘎尔丹的师兄弟 是这个武士达赖喇嘛的徒弟 他借着着自己啊 手中正教两系的权力 就把武士达赖元祭这个事儿啊 隐瞒了15年 嘎尔丹一死啊 这康熙皇帝对这个武士达赖 到底元门元祭产生了怀疑 于是一支使团就来到了拉萨 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出两套方案 如果这武士达赖喇嘛还健在 还没有元祭 那咱们就这么办 如果这武士达赖已经元祭了 那咱们就那么办 这一个庞大的使团来到了拉萨 要想弄清楚这武士达赖元没元祭 那还不容易吗 结果没几天的功夫啊 哎 这使团就了解到 这武士达赖确实已经元祭了 这晋桑大臣毫不怠慢 就向这个西藏地方政府 这个帝巴 以及他们的这个实际掌权人 和硕特部的拉藏涵提出了质问 奉旨问话 一定要让西藏政教两届把这些问题回答好 如若不然 那必是大兵压境 这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们为什么打着武士达赖喇嘛的名义 在杭尔丹的子女被押松进京这个问题上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 有什么这个祸不及子女家人了 有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本就不是他们的家人 就不能获罪 其二这武士达赖喇嘛元祭多年 那看来呀 这么多年你们没有这达赖喇嘛一系活佛转世 也能活着 那干脆咱们就别转世了 要转世也行 你给我说出一个真正过得去的理由来 这其三呢 这大清朝得跟你们西藏要一个人 谁呀 是一个和尚 一个活佛 就是祭龙糊涂克徒啊 他作为一个出家人 为什么会在嘎尔丹的军营当中 并且在战争最为关键的时候 哄骗了清朝的大将军皇上的哥哥福权 才导致了嘎尔丹的逃算 你们这个皇教格鲁派必须得解释 这么一个皇教格鲁派的活佛 为什么会出现在嘎尔丹的军中 帮着他来做事 其次就是得把他交出来 那桑洁家措呀 听完了这几个问题之后 马转了 这西藏地方政权当时啊 没有和大清朝抗衡的实力 于是他只好啊 给这个康熙皇帝上书 逐条的解释这些事情 在这个桑洁家措给康熙皇帝的信中啊 他自称自己为臣 实际上呢 咱们都知道 武士达赖元祭以后 这桑洁家措就是因为利益熏心 才把这武士达赖元祭的消息封锁了起来 那么说他就甘心的在幕后做一个能够背后掌控权力的帝巴吗 他不愿意 他主要是不想做帝巴 他嫌这个职位太小 因为这个帝巴呀 与达赖喇嘛一起 虽然领导着西藏的十三万户 但是他们上边有太上皇 这太上皇是谁呀 和说特韩国 和说特韩国的拉藏韩 他就住在拉萨 咱们书馆的老听户都知道 这个西藏地方这个头人叫帝巴呀 是人家这个拉藏韩赏下来的 就是第一任的和说特韩王 故事韩呢 等于是你这个达赖也好 还是你这个帝巴也好 虽然呢 有着无上的权利 但是都等于是给这个和说特韩国 这个韩王打工 永远算不上是王 初期来 顶多是总督 1682年的2月25 这武士达赖并始于布达拉宫 这桑洁家措呀 就拿到了大权 大概呀 就在1694年的前后 这桑洁家措就以武士达赖的名义 给中央朝廷 也就是圣祖康熙皇帝 写了一封信 这当然是以武士达赖的名义了 这信中就写 说小僧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现在呀 是西藏地方政府最高的头人 叫帝巴呀 他干的非常的好 他非常敬仰大皇帝 并且呢 对这个清藏人民之间的融合 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您看呢 这帝巴这个称号 是故事韩策封的 您看呢 现在整个这个和说特韩国呀 也心向大清 都是大清的附属 当然包括我们西藏地区了 所以大皇帝您呢 也应该给这个帝巴 我这个学生啊 来一个封号 这一呢 方便大皇帝您以后啊 对西藏的管理 其次呢 他也名正言顺了 那桑迦加苏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想让康熙封他个王 这样啊 在这个名义上 在中央政府 大皇帝那儿 咱俩就拉平了 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你们这帮蒙古人 彻底的赶出西藏 然后啊 我就真正能够大权独揽 那么说他这个计策得逞了吗 哎 看怎么说呢 就在康熙三十二年的十二月 这大清朝的一道诏书 就发到了拉萨 什么事啊 喜事 哎 是给这个桑结加措呀 封王的一道御址 这指引上说呀 前日啊 达赖喇嘛书言 陈毅年迈国事大办 第八组织 起皇上赐予印信 以为光虫 哎 这皇上说没问题 这就是给你的金印 这印文就是 掌瓦赤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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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叫 洪宣佛法 王 布特达 阿白狄之印 桑结加措接到这封印之后 这个美啊 就别提了 可是啊 坐起来仔细 再看看这印文呢 他才明白了 哎 大骂康熙 这个老狐狸呀 这哪是一封王印呢 如果是一封王印呢 得是西藏地方政府开头 那现在很明显 是喇喇教开头 并且呢,这上边啊,不是什么什么王,是宣教法王,等于是啊,这康熙皇帝在教内啊,给了他一个法王的称号,哎,实际上在世俗权利上一点帮助都没有,桑杰加塑呀,这点心眼算是白动了,那也没办法,所以说呀,他在信里边只能和康熙皇帝称之为臣,因为这个法王的称号必定也是康熙皇帝疯的嘛,他说我的大皇帝呀,您别着急,您听臣我呀,一样一样给您解释, 咱们首先说呀,这个,杆尔丹的家人押松进京这事儿,首先呢,这是一个民族习惯,哎,不管是蒙古人的,还是我们藏族人都是一样的,您的大将军,哎,获胜之后,如果把杆尔丹的女儿收为了妻子,这都可以认可,因为呀,自此以后他就是将军的妻子,他可以得到保护了吗? 我们这儿的习俗是啊,哎,既然这个主要战犯,他已经死了,所以说这女人是不能作为战犯送到您北京城任您宰杀的,那么是这种情况吗?是这种情况,哎,人家这个蒙古族确实是有这么一种习惯,但是啊,两误会了,实际上是康熙皇帝,要得他的妻儿子女啊,并不是到北京城去名正典型的, 只不过呢,让天下看看,这场仗啊,我打赢了,所以说呢,这件事是两边误会,这苍杰家错呢,也好解释,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这个祭龙糊涂贺图,那这祭龙糊涂贺图带着七十名大德高僧,在这杆尔丹的军中一住就是好几年,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首先说呀,这蒙古军队出去打仗,身边带着喇叭念经起伏,没毛病,再有一个呢,这桑杰家错呀,主理政务,他对这杆尔丹呢,他这个师弟呀,也是非常的照顾,派出喇叭大活佛呀,来到军中,这些蒙古骑兵啊,全信藏传佛教,哎,念念经施事法,能够提高军队的士气,再有呢,这杆尔丹东清到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的民众也是信奉皇教的, 那这地皮是打下来了,怎么才能说服这方信众,归降噶尔丹呢?那就还得靠这军喇叭,最关键的是啊,这桑杰家错他也知道,哎,这大清朝这一方的八七贵宙也信奉皇教,所以呢,这噶尔丹军中有祭龙忽图赫图这么一个大活佛呀,在关键时刻没准就能救了噶尔丹的命,哎,归齐呢,确实也是这样,就在乌兰不同大战之中,这噶尔丹走投无路啊,祭龙忽图赫图,来到了清军 大营当中啊,对着这个主将扶船打了一套迷魂掌,结果才让这赶尔丹有机会逃跑,实际上啊,这是啊,咱们前文书就讲过的原因,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教廷觉得呀,我不能白支持你赶尔丹,这祭龙忽图赫图和这个七十名大喇嘛来到军中啊,就是来割韭菜的, 这些个喇嘛和大活佛呀,是来这盯着收供养的,随着战争一天天的发展呢,这真金白银就由这七十名喇嘛手里边,源源不断的流向了西藏教廷,这都是秃子脑袋上的狮子明摆着,那这件事情,这桑迪加措怎么和这个圣祖皇帝解释呢,哎,也好办,他就一口咬定, 这大喇嘛来到军中啊,就是为了为天下苍生祈福,即便战争呢,也有守死人,即便死的人呢,他们也得念经把这些人呢,亡灵度化,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这康熙皇的要人怎么办呢,那没办法,那这不交啊,肯定是不行,于是啊,师兄呢,您辛苦辛苦,您北京城走一趟吧,我想啊,皇儿老爷子也不至为杀和尚,后来啊,这祭龙活佛来到北京,还真就没有什么人身危险, 通过自己的修为,以及个人魅力啊,和这个蜻蜓啊,还达成了谅解,后来就位列大糊涂客途之列啊,您看后来啊,这雲活宫没啊,就有这祭龙糊涂客途的佛仓,哎,人家在北京啊,有办事处,这都是后话啊,咱们不接着这茬聊,咱们再说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最为强硬,最为不好解答的一个问题,那这皇上说了,你这十五年都没有达赖活佛了,我看你们过得也挺好啊,干脆啊,这达赖活佛, 这戏啊,就此取消就放了,这苍结加索说,不能你那皇上啊,我这啊,有安排,早就有安排,实际上自打我老师一元祭啊,这灵童寻访的工作就进行着呢,转过年来,我们在这个礼塘地区就寻访到了灵童,在那儿啊,给他建了个庙啊,养着呢,他正在啊,受到高僧的指点,在学习当中, 那接下来这话啊,不好回了,那你为什么要隐藏这个武士达赖喇嘛元祭十五年呢,对这一个问题啊,哎,这桑迪加索呀,也做出了解答,他说首先呢,我老师元祭的时候啊,这个蒙古的何苏特韩国,正和这个拉达克部落之间发生战争, 这个达赖喇嘛的弟弟啊,和这个大汗呢,统兵在外,一旦呢,宣布这个武士达赖喇嘛元祭啊,可能会动摇军心影响战事,实际上啊,这就是找借口,这藏兵的战斗力呢,是有限的,真打起来,也是人家蒙古人的事儿,这其次呢,他跟皇上说,说皇上您看呢,这实际上,我们这个藏族人呢,和蒙古人之间的势力平衡,完全是靠我老师达赖喇嘛和大汗之间沟通, 这我老师一旦元祭,突然元祭又是,哎,这就失去了平衡了,所以说呀,为了不出乱子,能够暂时的达到平衡,这个消息才没公布出来,即便如此的花说柳说,这康熙皇帝啊,还是没准备饶了这个桑洁家促,在之后的旨意里边,这口气是相当的强硬,这皇上说呀,朕必问耳,欺诈达赖喇嘛,班臣呼吐喀吐吐,和祝改尔丹之罪,你等着我的,我必发云南, 四川沈西等出大兵,就像破嘎尔丹那样,或是朕亲自讨伐你,或是派大臣讨伐你,那这康熙皇帝是这么想的吗,是这么想的,这老头这回啊,真急了,可是啊,事情就是这么的巧,还没等着康熙皇帝发大兵,西藏啊,乱了,就在1705年的7月17日,达赖喇嘛的这位爱徒,桑洁家促,在堆龙取水一带,被拉藏汗, 猝死了